我們來跟大家介紹一下有一個叫鏡頭動畫 你看一下我們在這邊 這樣過來 都好了 然後最後不是那兩個小朋友要出現了嗎 對不對 好 出現了 那它已經出現完了 如果你想要拉鏡 以前我們在學Flash 它就是沒有鏡頭的功能 在這邊有 就是上面這一個 你看上面有沒有叫鏡頭 只是預設就是看到全部 好 看到全部 可是呢 你可以看到我們右手邊 有沒有一個加號 對 這個就是說 我可以拿右 你看我把它按一個加號 好 增加 增加這個漠視鏡頭 有沒有 多一個跑出來了 你可以自己決定你要出現的時間 這一段 我們一般在看前後這兩個 你會看到有沒有一個菱形 這個我們稱作所謂的關鍵影格 關鍵影格 也就是說你的鏡頭動畫 就是這一段時間 大約兩秒 快兩秒鐘左右的時間 你如果覺得要長一點 短一點 你可以自行拉動這個關鍵格 就可以決定它動畫的時間長度 好 這是第一個 好 那你看一下我進來的時候 拉進來之後 你看點到它 就是這一個 點到它 你會發現我外面有沒有一個框框 有沒有 外面有框框 而且它的左上角會有這個東西 有沒有看到一台攝影機 這個就是預設的大小 那我可以把它稍微縮放一下 你滑過來 我滑到這邊 把它拉一下 有沒有看到那個範圍了 範圍了 所以如果你 他們在講話的時候 我想要進來一點 看清楚一點 這個時候呢 從這裡 好 把人叫進來之後 有沒有 鏡頭就room in了 看到的是哪個範圍 就是你剛剛那個範圍 這樣有沒有了解 這樣是不是就更會更靈活 就我同一個畫面 其實可以有不同的呈現方法 對不對 我可以有近景遠景 甚至特寫 那這樣子 你在同一個裡面 是不是就可以完成 這個後面有需要 你可以再增加 或者是我再退回來也可以 不一定只有進去 你也要退回來 也要退回來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去做 那如果你有字幕要打的 記得把字幕打開 有沒有 這裡有一個字幕 不過你要留意一下就是 它的字幕是一定會出現在哪裡 只能出現在這裡的 如果你真的是要所謂的 我們講的標題字 自由移動的那種字 要哪裡 要右上角這個文字 這叫標題字 字幕是固定都出現在下面的 所以它位置是不能動 但是你大小 字體 顏色 樣式可以改 只有位置不動 只有位置不動 所以這個是 各位您在用我們這個 萬彩大師的時候 你這兩個是這樣蠻好用的 好 就再給各位一點時間 先玩一下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怎麼樣做存檔跟輸出